這次的新南氣流帶來了好大雨 重傷了中南部 讓很多農業縣市傳出了災情 當然這個菜價一定是狂飆了 現在葉菜類至少都有三成以上的漲幅 我們看到了不只是婆婆媽媽喊苦 就連開自助餐的業者也表示說 因為菜價上漲的關係 每一天菜的錢大概要多花一千元 因為根本不敢漲價 所以只好減少了葉菜類的提供 大火炒青菜 不過中南部經過豪大雨肆虐 現在自助餐業者每端出一道葉菜類 荷包就大縮水 青菜一天大概也要花個五六千塊 那現在大概多一千多 那本來是提供三樣葉菜類 那大概就會提供兩樣葉菜類 青菜拿起來又放下 還需要菜翻熱情推銷 這位太太才勉強買了幾把 因為青菜實在漲得兇 像小白菜從每台金十八元 漲到二十四元 漲不三成三 這還算少的 空心菜現在每台金賣二十二元 漲不四成六 新疆菜更誇張 身價兩極跳 過去一台金十元 現在要二十元才買得到 水果方面 番茄的售價翻了三倍 一台金要六十元 西瓜也幾乎漲了一倍 沒有辦法也要買 也要吃 無奈 對 無奈 當然 心裡疼 苦瓜全爛了 只能當撒臂鼠 半買 半相送 不過這波漲勢可還沒結束 受這兩天的貨的影響 現在出漲 因為它的根部 跟它的鼓勵的損失 所以你說 交一點會慢慢檢查 但是它的價格 會再蓋這樣 這次西南氣流大癌的豪大雨 不只重創中南部產地 也掏空了不少人的荷包 明視新聞林欣宏西雨 龐志龍 台北彰化 採訪報導 為什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